梦幻第一未解之谜 十年中无人见过真容 在梦幻西游中 有两只宝宝最为神秘 一只是变异护卫 上级已解密 通过早期拍卖会获得 而另一只宝宝 他比变异护卫更神秘 十年中无人见过他的真容 曾有老板豪制十万 求购此宝宝 他就是今天的主角 变异犀牛将军兽型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9年9月 梦幻开放新资料片 增加了一批新召唤兽 其中犀牛将军最为特殊 他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人形 一种是兽型 正常以人形出现 当犀牛将军气血 少于一定比例时 就有几率变成兽型 由于臂带再生技能 所以难以触发 一些玩家为了个性 打起了犀牛将军兽型的主意 一段时间里 玩家疯狂地去抓犀牛将军 但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 变异犀牛将军兽型 他的神秘感油然而生 民间曾流传出 三种抓他的方法 一是通过高宝图的幼儿园 可以直接出现 二是只要为人形犀牛宝宝 都有几率变成 变异兽型犀牛宝宝 三是将变异的人形犀牛将军 控成一点血 变得几率更大 随后玩家又以各种方式 进行尝试 始终没有变异兽型犀牛的出现 询问人工客服的回答是 必须是变异人形 才能变成变异兽型 之前的流言蜚语 不攻而破 值得一提的是 在梦巴有一位老哥 带着捆仙绳 在山上待了五年 只为圆梦辞宝宝 多次遇到变异人形犀牛将军 持去了一百回合 也没有变成兽型 至今仍在努力 与此同时 梦幻精灵对变异犀牛将军兽型 有了更准确的描述 在谢阳山遇到人形犀牛将军时 将其气血控制在低于二百以下时 每回合结束都会有几率变成兽型 再次掀起一波热潮 有人表示 官方有这个召唤兽 肯定是可以出现 只是签定条件没有达到 描述中提到 必须是在谢阳山遇到 如果是在宝宝幼儿园 以及其他地区 均不能变成兽型 还有人表示 在谢阳山遇到事情况之一 其次需要零级气血 要大于二百点 才能将其气血控制在二百以下 才有机会出兽型 大大王特意去查了一下 初始气血大于二百的话 能淘汰下去百分之八十的宝宝 并认为 上面的说法很靠谱呢 每条都能符合梦幻精灵的描述 再者去抓的人少 能遇到的变异的更少 气血大于二百的少之又少 所以能变成变异兽型的 更是凤毛菱角 并且没有出现 也能说得过去 你觉得呢